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政府逃房所浪费的时间太多 赶不上街市的早市 而新界区有很多自己养的猪脊 于是就因理成便 在山边一些简陋的木屋 逃在这些家畜林 这里就是元朗附近一个非法汤珠的地方 当卫生督察和警方破门移入的时候 几个赤裸上身的人正在进行他们汤珠的工作 而汤开了的珠就摆在满布污水和鲜血的地上 在这个时候 卫生督察会拍下一些现场的照片作为证据 而他们也会即场检查 剃开了的珠脊究竟有没有卫生的问题 然后就带一个逃场的负责人回警署落案 类似的非法逃场规模都不大 而绝大部分都以剃珠为主 数量由几只到几十只不等 但是设定就很简陋 更加讲不上什么卫生安全了 即使猪脊本身是没有生病和没有寄生虫 在逃走的过程里面 猪肉被染污或者是被细菌感染的机会也很大 另一方面经营的人虽然被拘控 而最高营拔能力可以达到是一万元和入浴半年 不过根据以往的例子 初犯者通常是被赔一千元左右 但是在利潜重的引诱之下 这种逃场又继续存在 而当我经意有计划在新界区兴建三所逃房 分别是在葵冲、西贡和上水 而葵冲的一座更加会在明年落成 等这些逃房全部落成之后 非法逃走的活动就可以受到挟止了 除了非法逃房之外 香港也有很多无牌的烧烤工厂 这个工厂有三座深入地下七八尺的烧烤炉 每一座直径有五六尺那么宽 每次是可以烧四五只猪 和非法逃房一样 这里也没有什么卫生设备 烧出来的猪干不干净 或者是纵熟得透就很难说了 从现场的情况看来 这个工厂经意营运了好一段日子 每一天大概可以烧起二三十只猪 生意是相当可观的 这一类工厂之所以要非法经营 是因为当局发给烧烤工厂牌照的要求非常严格 特别在防火和建筑规格上 同时为了要保证工厂附近的居民不受骚扰 发牌就有种种规定了 例如是设置独立的烟通等等 所以非法工厂是有其存在的原因 而且这些工厂经营了好一段日子 有足够的客路 罚款就渐渐当为开支的一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